谈起这场源于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 大家纷纷都会拿出2003年的SARS病毒做出一番比对 那么这两个病毒较量起来到底谁更胜一筹呢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表明 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基因序列80%相似度 这80%的相似度意味着什么 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因为科学家发现其与SARS病毒基因组相似度为80% 所以可以确认它属于病毒界的冠状病毒科 β冠状病毒属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种 因此在分类学上它和SARS病毒是同一种的 相应的科学家也就可以初步判断 该病毒源头宿主很可能是蝙蝠 既然同属一个种类 那二者的传染性是否一致呢 先前有报道说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没有SARS那么强 但是这其实只是因为刚开始 它的传播性在逐步释放的过程中 同时传播性跟防控有关系 预防得好 它表现出的传播力可能就不那么强 人传人开始后 病毒传染的形式其实就已经变得非常严峻了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终止这种情况的蔓延 但只要公共卫生措施即使其形式其实是可以完全逆转 所以针对武汉现在情况专家组才建议 一方面武汉人暂时不要出去 外地人没有极重要的理由不要到武汉来 这个措施对公共卫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在03年非典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战中 医疗技术的进步与信息的公开也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在非典时期 光定位SARS病毒大约就永续了半年时间 其中还经历了误以为是支援体感染 如若不是钟南山公开表达的质疑态度 可能会耽误更久的时间 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钟南山 终于不用扛着来自于相关单位的压力 面对镜头 他自信地说 只用了两个星期便定位了这种新型病毒 还有就是信息的公开 这两次重大的传染疫情都是年底发现的 而非典在次年的4月20日才出现转折 因为卫生部的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 开始每天公布疫情信息 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 早到的就出现了疫情实施更新的发布渠道 细分发现病患的城市 让暴露在潜在传染区的人 第一时间有了防范的意识 这种信息的公开 在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特效药的时刻 便是最好的疫苗 所以不管这次病毒本身是否有SARS那么强 光是这次的应对态度与举措 它已经失去了获胜的可能性 被控制被消灭就在不久的将来 接下来的防范 感谢观看 foundations